上帝给我的恩典是他教我没有放弃 要去坚持 我一天下场的话 我就会全力去打每天球 阵场每天分 因为我觉得我所流出的寒 甚至是血 在20天一定会有缓导 球还没碰到落地 它还在半空飘 其实我觉得我有信心 我对自己有信心 可以把球打过去阵面场 我记得当时 听不到声音 其实是觉得 我不会够敢出声 因为听不到声音 其实是好像没有在中安全感 因为有些音是很相似 可能我反复地练了很多次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未必够有信心 我都会感觉到 其实上帝一直都跟我说 你试一下 你可以的 你有信心 他就会 其实失败不重要 继续上市 越外地生 也不是第一次成功发明电灯 他只是透过99次的失败 才有一次成功 上帝给我的恩典是 他教我不要放弃 要去坚持 就好像羽毛球一样 当羽毛球还没碰到地的时候 你依然有机会打球过去 可以将一个被动的状态 转发为主动 甚至是获得声力 人生就是一样 我在乎追求过程 而不再是结果 因为以前我是很害怕 那个结果会不会很差 或者不好 让我不敢去做